最近中私方網股的反彈都很受注目 網友吃了早餐後就想問 他猜猜9988是否又會再炒過 如果今早開始他應該買哪一隻好夷的 9988其實之前都說炒什麼呢 炒其實主要是炒螞蟻集團 上市的憧憬 曾經上過差不多188元、189元這些位置 現在回落了 雖然中正監獄立即跳出來說 相關傳聞不是真實的 還未收到相關的消息 但他都說明會支持科技平台的發展 支持IPO上市 我認為相關科技股可以值得去考慮 他也說出了業績之後 其實也有少少轉了小 你看到他除了一個業績 雖然都是差的 但都是好於預期的 所以我覺得相關一些股票 大家可以考一下阿里巴巴 100元這個位置以上 我覺得都會有一定的支持 雖然你最近看到的都是坦白福福 如果阿里巴巴是分拆 如果他們的馬戲集團上市的話 他們真正的價值才能釋放出來 有機會真的可以 從上一些比較高的位置 140元這些列口高的 是絕對有可能的 甚至去到他們之前的招股價 170多元這些位置 是絕對在這一兩年之內 也有機會可以做到的 所以現在大家都要等一等 他有沒有這些豬絲馬跡去公佈出來 我覺得機會性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是 好像挺看過阿里 有另外一個觀眾 其實都是想問9988 就是Tattoo 他就98元買 他就想問要不要先吃午 如果這樣說的話 是不是真的可以先等一下呢 所以哪一隻 他是98元買了阿里 他就想問要不要吃午 那如果好像你剛才說 好像都偏好 是不是不用這麼心急著呢 科技股呢 我在今年來說 其實都比較看好 因為之前是由300元 到最低70多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最壞的一個情況 也都已經結束了 那些科技股 就算是3690 都升上去接近200元的水平 那阿里巴巴相對來說 是比較落後一點 沒辦法 之前受到他們的內地方面監管 始終都是內地一個龍頭 來講 所以他們那個沉面來說 就比較趕 好了 也打擊那個叫做 反壟斷法 令到那個阿里巴巴 始終是內地電商的龍頭 所以很多的一些政策 都會針對著阿里巴巴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呢 可以再等一等 而一個來定一定的指站位 可以去到103-104位置 如果中長線買的話 即中長線看的話 有機會去到140元這個位置 所以廣估來說 我相對提普少 雖然現在廣估是倒下情況 今天高開之後 很快就倒下了 昨天來說 都叫做比較 西幅比較大 也都消化了 其實呢 加0.75L這個小息 所以今天呢 有些少許回吐 也是正常的 但是你見到阿里巴巴的 股價都是比較硬正 都可以估回105元以上 所以呢 絕對是一個 挺不錯的一個走勢